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 歡迎來到方舟模組體驗 今天繼續體驗我們這個神話模組裡面的生物吧 那麼呢,老頭大概預定喔 就是預定在 兩集,也就是今天這一集跟下一集 這個模組應該就可以把它結束掉了 因為接下來呢,緊接而來的就是呢 老頭到時候可能會去拍 海賊無雙 海賊無雙四代 可能會去拍 已經買下來了 就是想要玩看看 老頭之前很早有玩過三代喔 但是沒有把它玩完 然後想說玩個四代看看 所以說今天這一集 應該會超前進度 就是趕快把這個剩下的呢 BOSS部分全部把它看過一遍喔 那看一下我們上一集到哪個地方啦 我們上一集到哪裡啊 我們上一集好像是 欸,等一下我找一下 那大致上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會很快的把它帶過去 好,我們要超前進度了 這隻應該是鱷魚 好,這隻鱷魚沒有錯吧 沒有錯 好,這一隻呢 很早之前的紅王好像就有了 然後呢,這隻看起來不知道為什麼 有點像那超級瑪利歐裡面的 呃,不能講是庫巴 應該是庫巴的旁邊的小跟班吧 那個顏色配色超像的 好,但是不得不說呢 這個配色實在是有夠醜啦 好,一樣是噴射光炮 好,了無心意 好,我們就很快的下一個 OK,再來看一下這一個 這個叫什麼螺絲的 哎,洛斯 洛斯是你 好一個螺絲 眼睛發藍光的螺絲 啊,這個叫 FAA 發明洛 發明洛斯 嗯 嗯,好,非常好 嗯 哈哈哈哈 他的攻擊就中 你是不是 右鍵 啊,右鍵是 升七七墮地板 好哦 噴一下前面那一隻 為什麼我噴不到他 不是C件是 噴光線嗎 幹,也太爛了吧這一隻 他很生氣 人家要吃飯 哇,他這個角還蠻好看的 穿玻璃血啊 嘿嘿嘿 啊 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形容這一隻了 好不好,就是一隻會 嗯 的角色 啊,不是角色 一一隻會 的動物 再來這一隻是什麼呢 不知道 哇 Oh my God 這一隻 也太 讓我 驚喜了吧 哈哈哈哈 這一隻我第一次看到 我不去跟各位講 然後他很轉的是他 居然有充人斧 你當作你在玩魔物獵人 現在魔物獵人已經 已經已經已經不再是 人類狩獵魔物是不是 連魔物都要狩獵人類是不是 人類獵人 你幹嘛被一個充能斧在你的手臂上呢 欸,不對喔,是兩個喔 那你不就是可以雙抄劫 欸,他後面是斗篷是不是 不是,他後面不是斗篷 我靠,這隻真的蠻帥的 很可以 飛起來 左劍 耶 右劍 看一下右劍是什麼 一樣破壞死光 再來呢 我要我要去比較遠一點的地方了 這邊的生物好像貌似都被我 殺光光 欸,就說那邊有一隻那個 欸,等等 哦,別打我 別打我別打我 那邊有一個有血條的 哇,死巨人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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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跑了各位 我先跑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都還沒試招 他就倒在地上了 哥哥,別這樣子啊 唉 別擋路啊 我要把他解決掉 有我這把神槍 啊 神槍在 你別想弄我 為什麼 這傢伙有反傷是不是啊 哇,你勒 我的裝備 還在嗎 我的裝備還在 啊,趕快啊 不要再鬧了 哦,這一隻啊 再來一次,他的C件是什麼 有沒有 拍次攻擊 AK實踐 我覺得他這個招式都差不多啊 只是 造型跟顏色的分布不一樣而已啊 有沒有 AK實踐又是 又是類似像 啊 好,我們那個東西 待會再把他拿回來啊 我們直接就地召喚 哎呦,哇 巨大蝙蝠 啊 他現在每一次都要做這種顏色就對了啦 啊 啊 又是又見又是噴射白光 噴射紫光 啊,C件是幹嘛 這個C件是幹嘛 轟炸機 是不是 AK實踐沒功能 他要做轟炸機是吧 啊,自爆機自爆機 炸前面那一隻 有7000多萬 可憐的傢伙 啊 又飽受老頭的摧殘 那我這隻 這隻是叫做什麼忘記了 叫做蝙蝠 廢話 爪幅 這隻在方舟裡面其實很少見啊 因為他都生長在洞窟裡面哦 好像叫爪幅的樣子吧 好,現在好像可以馴服了 以前是不行的樣子 還是要透過魔術啊 我老實說有點忘了 不過他現在把它做成這樣子 還蠻不錯的 他這是什麼 啊 猛馬像 哈哈哈哈 嗨死給 哈哈 很可以哦 這個顏色 我喜歡這個顏色 然後還有他這個裝甲做的也不錯 嗯嗯 又見 又是激光 啊 又見每個都激光就飽了 啊 我這是什麼衝出去啊 大象衝出去嗎 哈哈哈哈哈哈 啊 他現在每一隻後續啊 後續的每一隻啊 都會有那種就是又見激光配上 X劍 的一個一個算是特效吧 哎我還真的看不懂 我還是看不出來是什麼 哎 啊稍微看了一下 我怎麼感覺好像是斧頭 對好像是斧頭 對好像是斧頭 但是這個斧頭方舟裡面沒有啊 這斧頭方舟裡面沒有啊 啊 直刃斧攻擊 好非常好還可以跳 哎我要下車了 啊 我不想要在這邊繼續上這個車 這個是什麼 悟空 怎麼又一隻 到底要幾隻 哇 白色的 我們上一集好像是紅色嗎 這就是白色的嗎 啊 啊 哎呦 哎呦 這個又開始浮誇起來了 啊相信我這應該是長矛 好像是長矛的樣子 啊 好哦 他AKS劍跟C劍都沒有功能啊 啊 老實說 我有點想要回去撿我的裝備 我應該是不會用這隻撿吧 看一下樣子好了 還不錯啦 哎跟昨天那一隻差不多 但是這只有左鍵跟右鍵而已 左鍵跟右鍵 西鍵跟也可以的鍵完全沒有功能 這是另外的一隻悟空 全身被鎧甲包覆 我上錯隻了 抱歉了 我現在是要上那一隻前面那一隻哦 撿起來 來哦有了通通撿起來了 裝備也穿一下好了 好 繼續吧 然後呢我們現在到哪裡了 這邊到這個地方了 這個我來看一下 金剛的手手 這次我好像看過了吧 不過他的頭居然是那個 好像是方舟某個Skin造型吧 有點忘記了 怎麼有點像溫斯頓啊 科學帶來奇蹟 我跳 轉起來 啊又來又來又來了 啊 等一下 這隻該不會是野生了吧 那這樣會是野生了嗎 我有點不 我有點不敢對他開槍 我怕要被反傷反死了 為什麼那隻突然咯屁啊 哈哈哈哈 算了 換下一隻好了 我覺得招式應該差不多 啊怎麼破壞死光之類的 啊我們速度啊 速度速度 嗯 好再來是這一隻嗎 對不對 看一下 我靠大隻的蜘蛛哦 這隻有夠爛的 餓 噢 雞 噢 呃 噴了什麼鬼 又是破壞死光 也可以直接沒功能 眼 這個顏色不 多 compt 有否認以及這個造型 我覺得都有這個星紅荒的獨特風格 岩石巨人 哎呦這個岩石巨人好帥哦 他的手也是做成這樣子哎 我 噴長矛 這應該是長矛 好可以 嗯一切之間 好帥哦 這個造型 我覺得這設計好棒哦 上面還會 上面還會有那個浮起來的石頭 有沒有看到帥氣 這隻我喜歡下一隻 好再看這一隻 這一隻好像是霸王龍的樣子 哇靠 吼吼吼吼吼吼 哎呦呀 怎麼感覺充滿了邪氣啊 他發的那個是什麼 橡樹子彈是不是 呵呵我覺得他這個 有點突然很 很那個粗細啊 就是他這個子彈看起來像是那種 呃Q版卡通動畫會有的東西 你不覺得嗎 是一件 吼 霸王射霸氣怒吼 可以見沒功能 左鍵 要求我 這霸王龍已經 頂天立地了 我可是為什麼他走路要 好像白卡 啊你是昨天 昨晚海鮮吃太多 痛風了是不是 啊包整你痛風套餐 這好想到上次去吃那個火鍋 裡面還有一個包準 痛風套餐 裡面全部都是海鮮 太令人害怕了 還好我沒點 不然就不會看到老頭現在拍影片了 老頭就只能躺在床上哀嚎 OK 來看下一個 這個上面寫boss 大金剛被馴服 然後又消失了 完全不讓我玩的意思 好吧 實在是太殘忍了 我們只好看最後一個 這一隻是什麼 好大一隻的絲舊獸 這隻絲舊獸 然後還蠻帥的 老頭說 他那個翅膀 做的還不錯看 好爆炸 又來 嘿嘿嘿 欸這隻怎麼感覺跟幻影好像 我跟幻影感覺 一模一樣的few啊 還蠻像的 那隻幻影在哪裡 我們的 我們的幻影師舊獸 不見了 哦 哎不是那不是 這隻是幻影 幻影飛龍 啊幻影師舊獸不見了 我覺得作者真的是蠻偏愛 偏愛黃色的感覺 從剛剛招喚出來還是有一些 都是黃色的有沒有 這隻絲舊獸帶回家養好了 毛色我還覺得蠻漂亮的 只不過一個月的火石費 應該會把你吃口吧 然後你沒有錢幫他買火石 就把你吃掉有沒有 怕 啊還是不要演好了 怕死 哈哈哈哈 好啦 他們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呢 只要講個訂閱 又要講個喜歡 的話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呢 最後一集 放縱模組體驗 再見面了 拜拜 小朋友 我們是用了 小朋友 國家 小朋友 也羅 小朋友 by bwd6